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之八九的分析师 尤其做股票的 都会告诉你 他们今天买进财经 说真的那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我们也是买财经 甚至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们更久之前 我们也是买财经 为什么要叫亮晶晶呢 投资朋友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那这一段 是我今天贴在我们的 Telegram里面的东西 我说就算你买群创 有打获财经 其实都一样 除非世界怎么样 如果世界没有什么大变化 什么叫世界没什么大变化 就是除非一夕之间 你一睡醒发现到 原来武汉肺炎只是一场梦 根本就是骗人的 除非如此啊 否则的话 明年对不对 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二季 你会发现到 现在有打群创财经 都是低点啊 所以就算你今天 没有买财经也没关系 你有有打群创 也都OK的 但今天我看到有不少的同业们 过了12点以后 过了12点以后 为什么要过12点以后 投资朋友 为什么要过12点以后 因为过12点以后 他们已经快要涨停板了 对不对 他们已经快要涨停板了 赶快抠来做电视绩效 真的就有众人 我名字就不点出来了 那是有话的 我请问你 一点都不厉害 好不好 我说这个时候就要比 看谁先抠 谁成本低 对不对 我救会员 早就在8块7块 已经买了财经了 我今天建议我的新会员 平盘附近建立基本持股 投资朋友 你家就在这里 投资朋友 不难啊 真的不难 9.3 9.28 对不对 9.3 附近OK的 今天赚足了一根涨停板 那没什么 对不对 8元买的抱好一阵子 有些人跟我抱怨 快去世啊 你那财经都没什么 投资朋友 那我要跟投资朋友讲这个东西 今天到底传出什么样的消息 对不对 这是我今天的研究日志 10月26日嘛 这是我今天研究日志 拿来跟大家分享 我说不定板股 今天财经最强 为什么 市场传出上季本业加业外超过一元 我们知道光处分那块土地给台积电0.46 这每个人都算出来了这不用我算 本业大概0.5上下 有人说0.5 有人说0.65 反正加一加有人说1块 有人说1.2 应该有机会 对不对 那我说为什么可以买彩晶的原因在哪里 我说啊 其实现在我们今天买的时候股价10块不到 9块多一点点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当时元金转会为盈 我们带会员买8.8元 全市场还只是在谣传而已哦 我买8.8元涨停板 元金那波段啊 那个波段走到一个相对高点25了 这样一路一路就上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一路就上来了 走到一个相对高点就在这里嘛 走到这一块已经25了 我们就一路的从8.8到25 你都还记得嘛 对不对 带你带到25 然后开始进入整理 整理完之后又拉到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也做到了 28到42 现在我们持股续报 不难啊 那有人就问我说会计师 那今天根本没有锁上涨停板 没有办法好不好 元金股本38亿 彩晶股本313亿 你要能够像元金一样用喷出的方式 是有困难的 所以不会这么顺利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有掌握住嘛 好不好 我们有掌握住才是重点 对不对 跟那些拿箱啊 拿香队败的人 帮我们买涨停板 每天买最高的人 我们就心存感恩 因为要不是有这一些老鼠 要不是有这些最后一只老鼠 我们要怎么赚到这些钱呢 不过我先跟大家讲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或许这些明天就走了 但是我告诉你 等到明年你回来看现在这个价位 我认为都是低点 对不对 今日的高点明日的低点 明年的低点 你说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今天剪了一段东西 我贴在我的Telegram上面 我今天等一下来跟他报告 我们先来跳这一段来跟他报告 好不好 这一段 来记住吗 今天的新闻嘛 日系被动元件厂调高财测 所以今天你看到台北股市 这些被动元件 哇 忽然好像睡醒了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是涨多少啊 投资朋友 是涨多少啊 也没有涨多少 就是涨而已 我今天特别秀给你看一个东西 好不好 他说啊 春田调高财测 对不对 KOA调高财测 那KOA是什么公司 我不知道 他今天有写 他是做车用电阻的 但是我知道太阳诱电 我今天帮大家统计了一下 投资朋友 如果你这几年 我们先不要论汇率啊 汇率来讲的话 可能还是有小度的损失 但是 如果就日元来讲的话 你是赢的 但是怎么样 日元对台币 我们台币升值太快了 但是我认为应该还是赢的 因为他涨的幅度很高 来给大家看 他说主要是因为什么 车用MLCC龙头 春田调高财测 对不对 我们也帮大家算了一个东西 来 投资朋友 KOA我就不想 我就不想知道 因为我没有什么研究 来 下面这两家 一家叫春田制作所 一家叫什么 太阳诱电的五年骨架走势图 那上面是我们台湾之光 对不对 国具跟华新科这两家公司 的五年走势图 投资朋友 你记不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国具冲到1000块 然后老板娘卖股票 对不对 前期卖股票 卖在世界最高点 一口气进账几亿 忘记10亿还是100亿 我搞不清楚了 对不对 400多块的华新立华 对华新科 到现在为止 投资朋友 你报到现在 你还没有解套哦 但是呢同样时间你把它兑下来 投资朋友 太阳诱电早就创新高了 你把它兑下来 对不对 春田制作所它早就创新高了 为什么 因为车用 因为高阶的嘛 那他们都 你说那国具 环境要做什么 做手机做消费用的嘛 有一段的差距 甚至有人讲说 国具是最纯的被动元件公司 没有错 春田不纯 春田做射频元件 春田有点类似啊 国具加穩帽的一个样子 你知道 或是国具加上红杰克那种感觉 但是国具就是国具嘛 对不对 国具是一个单纯的被动元件厂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看到春田很厉害 你看到太阳诱电也非常的厉害 那我今天是拿这个影子 来告诉你什么 你知道吗 同志朋友 没有错 今天国具也涨 今天华兴克也涨 我拿这个影子告诉你什么 车用嘛 对不对 我们上次跟大家谈过什么 同志 对不对 同志开玩笑叫gay 大家不要开这玩笑 这人家对 gay会找我们算账 对 同志 以前没有特斯拉单 现在有了 哇 开始大涨 对不对 同志朋友 彩晶 我们今天为什么买彩晶 因为彩晶有在今年南科厂 下半年新增一条汽车模组的产线 你说汽车模组干嘛 汽车需要用面板吗 我告诉你 可需要了 我今天剪了这几张图给大家看 我特别去抓 其实我之前就有看到了 这是最新款的 对不对 最新款的宾式 Mercedes-Benz 对不对 S-Class的新的 新的样子 很有现代感 对不对 你看到 到底谁抄谁我搞不懂 他现在搞的也跟特斯拉一样 前面搞了一个长得像iPad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同志朋友 他前面的萤幕啊 对不对 前面的萤幕 是什么 用一般的仪表板 都用电子仪表板了 然后呢 你要看看 投资朋友 你看 萤幕长这样子啊 谁会这样啊 他说车内一共有五组萤幕 最大的OLED 12.8吋的中央触控萤幕啊 搭载第二代的MBX什么信息娱乐系统 那一大堆 好不好 很多人都说 我们念不完了 不念了 反正他里面一共有五个萤幕 他里面共有五个萤幕 包括你看到后面也有萤幕 对不对 后面也有萤幕 所以他一共有五个萤幕 投资朋友 那给你看 中控萤幕长这样 对不对 你看现在以前 你可能小小一个萤幕 我不知道你家里 的这个车子怎么样子 或许以前小小一个萤幕怎么样 放导航啊 现在不是 现在每个人都搞这么大 搞这么大 对不对 投资朋友 那这个呢 是怎么样 小改款的e class 他是整块整块的萤幕 整块的萤幕啊 整块的萤幕啊 那是不是rolade的 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他也是导入什么 双十点二寸的仪表 跟控台萤幕 新改款的小改款的e class 这么大块萤幕 那你说呢 谁是受惠最大 投资朋友 彩晶啊 对不对 因为彩晶车用这块 做不做做做做做做不错 你说会会计师 我跟你讲 你说触控 我们不是有一档这个 你朋友很喜欢的TPK吗 我不要讲我朋友是谁 你也知道是哪一个 对不对 不是你朋友说他喜欢TPK吗 但我请问大家 TPK TPK 啊 对不对 对不对 TPK 今年上半年赚0.85 我不知道下半年赚多少钱 好不好 今年要赚2块好了 他现在股价多少 现在股价51.3 彩晶上期赚1块 现在股价多少钱 10元 你什么都不懂 你只会算本一笔 你要买哪一档 我当然买彩晶嘛 对不对 我买TPK干嘛 你真以为TPK能做了 彩晶都不能做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是TPK能做的 彩晶大概都能做 除了TPK有什么 奈米银 我那天在听我朋友讲 奈米银 然后什么奈米银 据说未来折叠手机用得到 他可以把什么 他把触控的萤幕都在衣服上面 但是我请问你 你在衣服上弄个萤幕干嘛 人家动力笑的 我跟你说 对不对 人家当作你是疯子啊 那我们不多讲了 反正个人意见 个人意见 所以是彩晶嘛 那我也跟大家讲说真的 其实彩晶 友达跟群创 联动性很强 你不要为了说 要去换这个换那个 对不对 到时候两股招比 因为如果说 就以涨价幅度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 对不对 电视面板涨了三成到四成 电视面板 电视面板 对不对 电视面板 去三四成 IT的面板 车用面板 其实涨幅好像没那么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嘛 那有时候告诉你题材在电视 有时候告诉你题材在车用 都一样 但是这一次的题材就在于说 因为彩晶恐怕很有机会交出一个很亮丽的财报 你说我怎么会知道 你这几年去看彩晶友达群创财报就知道 他们其实这几年没有建新厂 所以折旧大概都提完了 财报很好 也是应该 因为他的面板涨价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难 好这不难 对不对 刚跟你讲完了 你看这些东西 对不对 搞这么大面板 对不对 回到我们开始要跟你讲的 投资朋友 来这里 人家开始写啦 日月光投控嘛 投资朋友 我说真的 美国要大选了 你叫我卖帽子太大的风险我不敢 这种风险低 股价在低档的股票我就敢了 对不对 也不过才上上礼拜而已 那时候60块61块可以买 这种风险低的股票嘛 对不对 同样时间明明报纸哦 明明外资哦 他不是只有写 他不是只有写日月光的报告 其实大新闻是齐帮你知道吗 是齐帮去併一家公司 对不对 做策略是併我忘记了 去併华泰 结果咧 请问你 你买齐帮的人有赚吗 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齐帮的股价在相对高涨 但是你跟我一样 对不对 你去回头买日月光的人 你就有赚了 你说块医生你明明之前讲 台积电先进封装制成 要买就买星星不要买日月光 也没有错 但是请你看看现在星星的股价 星星不是不会涨 我认为星星其实到三位数机会真的很高 只是说怎么样 现在日月光的股价 真的是在一个相对的低档嘛 我现在买一些相对低档的股票 我认为很安全 对不对 日月光 日月光投控 给大家看嘛 这里 这里就自己去看就好了 我懒得一个跟你念玩 对不对 当初我跟你讲的东西 有没有一个一个发生 甚至连宣得回到100元以下 也发生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美国选钱量能不出 保守应对 日月光会起很大的作用 都跟你讲了啊 对不对 都跟你讲了嘛 投资朋友 直到现在 哇原来金元代工接单强劲 其实也不止这样子 因为日月光的子公司还续 他有接到 AirPods的订单嘛 对不对 那日月光 母以子贵啊 这不难吧 这真的不难嘛 对不对 这真的不难 好不好 也随便跟大家讲 我今天下午要录的是 跟会员的讲座叫做 决战外太空啊 我觉得这还 蛮有意思的一个题材 蛮有意思的题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其他今天的一个题材里面 你看到 我想投资朋友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去看 我们这个礼拜 对不对 我们有多加了一 加了一场 底尖对谈 我们本周也有啦 上周也有 因为上周呢 我特别请到了顺金箔 你要怪就怪老江吧 老江一直说是我买华城 天地良心啦 我一张华城都没买啊 买华城的顺金箔啊 我把华城 我把华城拿来 说给你听 能够在两三年前告诉你看好华城的人 他现在在看好什么 投资朋友 也感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支持 你看 对不对 上集点阅了五四三七四 下集点阅了五零五六次嘛 这应该没有错吧 对不对 里面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内容 因为有些人说话没时间看 我里面列这两句话 下面这句话是顺心博每次都在跟我讲的 叫做买股不必高升的数学 你知道顺心博是什么出生的吗 对不对 我们那天有秀给大家看 你也知道 对他以前是投资经理人 我跟你说 更早之前 他是职业军人啊 对不对 他是职业军人耶 所以我告诉你 买股真的不用高升的数学 不需要每个人都念到会计系啊 也不用每个人都念到统计系 念到经济系 不用 对不对 真的不用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 这句牛顿的话 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远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膀上 我是告诉你 我就是站在 对不对 我站在孙心博肩膀上 很多东西是我跟孙心博 讨论过后的结果 当然我真的很佩服他 他就是一个先知 对他就是一个先知级的人物 投资朋友 我讲了这个故事 保雅 30元40元的保雅 好久以前 那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的朋友几位刚好跟他当同事 赵丽啊 王赵丽嘛 大家知道 对东升连线长找的赵丽 对不是3548 就是赵丽 对不对 现在在某周刊担任财经组的顾问的 另外一位 还有怎么样 还有另外一位后来跑去越南的 我们几个都是 我们几个都很熟 然后呢 这个孙心博啊 他跟我说 我跟你同学讲 保雅他说他没胸心 他跟我赌一顿 他跟我赌一顿晚餐啊 我记得那时候这样讲的 我说哈 三几块保雅 我们就 正面看 你知道吗 事隔了10年之后 应该快10年吧 8年还10年 10年啊 保雅现在600 保雅现在600 保雅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一档非常冷门的股票 不瞒你说 但是人家顺心博 竟然能在30元看到了保雅 你有办法吗 对不对 你没办法嘛 你不得不佩服人家嘛 对不对 那这次告诉你什么 我觉得这又很有道理 你知道吗 他举了一个例子叫做茂迪 茂迪其实我是感同身受 因为2004年 说真的 那个时候我在这个股市啊 只是一个菜鸟老师而已啊 菜鸟分析师 我还知道茂迪以前在做什么 以前茂迪在做 做仪器的 你知道吗 他在做仪器 你想不到未来去做到太阳能 但他有一个很厉害的董事长 你没有记住叫郑福田 一年早逝啊 对不对 后来癌症挂掉了 他呢把这整个公司啊 倒向太阳能 请了一位左博士啊 我忘记叫左什么的 没退休了吧 对不对 左博士 把整个公司倒向太阳能 结果股价从二三十块涨到多少 涨到九百块 几年的 几年的什么 配股配息 哇塞 那些人都赚翻了 你知道吗 都赚翻了 2004到2006年5月 涨幅25倍 这家公司叫茂迪 对不对 这家公司叫茂迪 他说呢 你也记得2004到2006 他说呢 这个上游厂啊 对 上游厂会递延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所以2005到2007年 中美金涨幅22倍 递延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怎么样 下游开始拼命建厂 大家知道茂迪涨上去之后 台湾出了什么 异通 甚至还在最高点搞了一个什么 浴巾 就是现在啊 后来 变成新日光 跟新日光并在一起 那个叫什么 联合再生嘛 现在执行长是潘 潘执行长嘛 就这个潘文言嘛 对不对 同志同友 执行长现在这个啊 这个啊 潘文辉嘛 潘文辉嘛 老闆叫红船线嘛 潘文辉以前是浴巾的老闆嘛 不知道老闆的老闆的老闆 不知道买买了 对不对 后来所有人都在搞这个东西 然后怎么样 上游的料变得非常缺乏 一堆人开始签长约啊 哇 你签我长约 我签长约 郁京签长约 茂地签长约 签了半天 那孙金某告诉我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说 现在很像 因为现在那些手套厂都要扩产 你都知道 才不过一两个月前发生了 连台大 台大的NBR手套 竟然不够用啊 那怎么办 要扩产啊 所以上游 当初你看到 对不对 茂迪涨了 对茂迪涨了一年之后 你再去买中美金都来得及 同样情况之下 现在马来西亚 第二大全资股是哪一家 就是我们讲的 Top Group 对不对 顶级手套公司 丹麦第二大全资股是哪一家 是卧序嘛 对不对 这个你如果有兴趣 再把 春日坡讲的再看一次 我没有时间全部跟你讲完 所以他告诉你 对不对 南地尤其他又受惠到什么 合约价 你要知道 你这时候在追深风 你有风险 因为深风200多块的 你要追深风 不如去追深风他老步 这家公司深风的老步叫永丰鱼 很少人跟你讲这个吧 对不对 不过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好不好 不过去买永丰鱼 那如果你 对不对 没有兴趣追深风 你还不足够去看南地 我有私下问 顺心 我南地卡到多少钱 但是我告诉你 我真的不能讲 真的不能讲 现在NBR乳胶手套 真的很缺乏 大家知道 其实我前一阵子脚受伤 以前我去看疑心 疑心就是这样 你卡来 他要给你瞧一下 这样才会疼 这样才会疼 现在不是你知道吗 你要看到医生 他先戴上主胶手套 然后开始轻轻碰 对 因为他怕你身上有什么 武汉肺炎的细菌感染给他嘛 这病人非常重要 更不用讲那些什么样 看感冒的 你以前看感冒 我告诉你 医生可能是百毒不侵了 你做这种的医生在挂手套 现在都挂手套 我告诉你 怕都怕死了 对不对 我为了要赚你 赚你个几百块钱 我万一得了武汉肺炎怎么办 怕都怕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 像南地这些东西 他就这样跟你讲的 好不好 包括什么 说真的 这一次你可以发现到 很多以前不会发生事都发生了 我们这几天不跟大家讲什么 长荣嘛 对不对 跟他讲说长荣啊 你看看长荣今天怎么走 今天新闻都在告诉你 日本那个联盟叫ONE ONE 他耐不住信了 他才不管你中国的水运局 什么海运局什么局讲什么 我要调涨美国的运费 那如果碰到要调涨运费 现在全世界哦 代交船只啊 对代交船只 或者什么运量最大的 竟然是长荣 你知道吗 这东西其实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我们上一次 我在两周前去上股市现场的内容看一看 因为这东西都写在什么 写在宏远的报告里面 这不是我找出来的 这些东西都写在宏远的报告里面 这不是我找出来的 好不好 这不是我吹出来 都在宏远的报告里面 都在这篇报告里面 都在这篇报告里面 一个字都没有差 好不好 一个字都没有差 对不对 当初跟你讲的东西 它一步一步的实现 你不要以为传产不能买嘛 你不要以为日月光不能买嘛 投资朋友 对不对 我当初讲的东西 其实包括什么 这边还有这个 这礼拜有什么 面板的法说啦 对不对 同日较劲嘛 不过我跟大家讲 好的机会真的很大 甚至包括你看到这些 投资朋友 就是我们上上礼拜 今天对谈里面 对不对 我们谈到日本产精神 要谈整能源基本计划 我谈了两档股票 不好意思 老生常谈 华晨中心店嘛 对不对 不难 真的不难好不好 我们会员 援金啊 对不对 但是包括华晨中心店 投资朋友 这些都是长线的 不错的标的 但是你说真的 华晨中心店 现在这个价格 值不值得存股 我倒是认为 没有那个 说真的啦 20元你不存 你存在四五十块干嘛 那些存股达人 真的很 真的很要求 我也跟大家讲过 你这四年 存中心金的全部赔钱 你有想过这些事情吗 没有错嘛 四年啦 差不多吧 投资朋友 上市18元在这里嘛 对不对 106年 现在109 几乎四年的时间 三年多时间 你存中心金的人 你是赔钱的 不要再高档存股 但是你说什么波段行情 我认为或许还是有 因为毕竟 你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华晨 哇 跟CIP合作 什么建机舱 什么东西的 对不对 你到现在才知道 他可能有波段行情 但是不是什么存股啦 真的 对不对 不是什么存股 到现在才知道要存 难怪 很多白痴啊 对不对 我说真的 我举这个例子 大田 你知道这天怎么来的吗 投资朋友 我说真的 我忘记这一天还这一天 这天怎么来的 这一天的前一天啊 有个教授啊 跑去什么什么节目啊 跟你讲大田多好 多好 多好 你到现在还套牢 对不对 你到现在还套牢 我说真的 有时候我不想要吐槽 这些五四三的人 他们的水准跟我们不太能比 对不对 大田好不好 我觉得大田好 但是你不要在高档 才在那边呼吁大家去买 对不对 这有意义吗 没意义啊 现在什么股票在低档 投资朋友 我讲过了 明年你回来看 你会觉得有达 今日高点 明年低点啊 对不对 你会觉得群创 今日高点 明年低点 你会觉得彩晶 今日高点 明年低点 到时候大家可以等着瞧 好不好 我想我跟大家讲的东西 都很值得大家去长期验证了 对不对 这些都跟你讲过了 请大家记得好不好 请大家记得 对不对 请你记得 哪一天台达店股价超过上盈那一天 别忘了没跟你讲 当我这样讲我告诉你 桌中才一定很不爽 不过桌中才不会看我节目 没关系 没关系 好不好 没关系啊 好不好 开心就好了 怀心就好了 我不多讲这些啦 反正我们这一次我们等一下要录的是 我公司的我们的专题讲座 决战过来太空 最后一点时间 还是跟大家讲 对不对 有些股票就这样子嘛 这 冲上去我干嘛要买呢 这股票 哇塞猜出来很厉害 他冲上去了 那我就不买啦 你自己买就好了 你自己买就好了 我没有意见 你自己买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做快产交易 我们在比气场的 投资朋友 建策 我不知道今天建策有没有涨 哇 建策没有涨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看的是中长线方向 没有关系 投资朋友 量都缩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OK的啦 还好啦 对不对 中长线的东西 不用担心 包括伺服器新趋势 今天我没有看错是创新高了 mini LED 设备股 最近股价走势 已经在高档震荡 都OK的 慢慢布局抱住 拼看看谁气比较长 好不好 投资朋友 光辉十月 跟着我一起来布局 明年大趋势 我们在讲明儿有限 你可能都听不懂了 听不下去了 没关系 我跟大家讲 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先到先赢 毕竟现在可以知道 对不对 十一月三日美国总统大选 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最近的第一点 真的是需要 大家赶快进场布局 祝大家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